共寮地區地廣人稀 許多年輕人外出工作不在家鄉 雙域社區發展協會 多年來致力照顧社區長輩 持續辦理多項活動及課程 讓長輩參與 今年搭配第二屆共寮水梯藝術節 請來老師指導社區長輩進行T恤彩繪 讓長輩發揮創意 打造獨特的T恤 活動時將在德新宮雙龍橋旁稻田亮相 打造最有特色的地景藝術 這個活動我們最主要是很感謝 我們共寮區公所的全力輔導 社會人文課 再來最主要的一個主角 就是我們的陳光美老師 他從下鄉帶到我們偏遠地區來 兩夫妻為我們雙域旅 偏遠地區的這些老人家來服務 從一開始的教老師來做藝術的指導 到慢慢延續到我們現在的彩繪活動 一直到達今天的藝術梯田的 共寮梯田藝術節的結合 讓我們這些老人家覺得生活非常的有意義了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年輕人 在這裡培養的時候 多關心我們的生活力 我們的生活力 來這裡 大家來這裡活動 我們這裡的作料也更好 不然大家在外面 都有一個秀選的地方 還有外面 發展的阿伯發展的那些觀光 都可以了 社區的長輩和小朋友們 挑選著自己要的植物 然後在T恤上排輸自己要的圖案 選擇顏色後上色 就成了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創作品 製作的素材也採用長輩小時候常見 或是共聊在地的植物 讓長輩在製作的過程中感受到過往的情懷 每件T恤都述說了每個長輩的故事 我們都是透過在地的植物 然後跟環境 跟長者做一些連結 所以其實也是我們主要進來的 就是除了能夠陪伴長輩 在生活當中多了一個 他們可以有生活轉換的一個機會之外 其實很多的在地的植物跟環境 可以喚起他們很多過去的一個記憶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可能透過植物 或者透過一些活動的設計 來跟長輩做連結的時候 能夠增進他們跟人的互動 非常感謝這些在地的一些團體 跟一些文化工作者 他們很熱心很熱情的 來幫助我們在地的一些長輩 跟一些學童 在這種地方能夠學習一些 一些創作跟藝術品的創作 也會提供我們在地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品質 這邊我們是非常非常感謝他們 對我們的社區的一些貢獻 T恤課程的安排 讓長輩動動手腳和腦袋 要讓長輩越活越年輕 也期盼外出的年輕人們 回來看到長輩的作品 感受到長輩的創作活力 多加關懷故鄉的長輩 貢寮水梯藝術節 將於6月18日展開 展區有基姆嶺和德星宮的 下周宅展區 有興趣的民眾歡迎前往欣賞 與貢寮地景結合的裝置藝術 記者李嘉文貢寮 採訪報導